三个雷拉对话论坛在新加坡举行 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进行了专题演讲 内容是提到要警告台独分裂势力 将自取灭亡董言论 陆委会回应 董军的言行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呼吁中共要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事实 政府府也回应 中方此举透露出缺乏自信和台湾政府进行对话 而非理性言论更无法获得国际认同 美国的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也指出 当中国忙着欺负台湾的时候 会有越来越多人为台湾发声 三个雷拉对话论坛在新加坡展开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发言时重申中国立场 禁告台独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捍卫主国统一 陆委会回应 中共因正视中华民国持续民主繁荣的事实 放弃非理性的言论作为 近来屡次在国际场合公然以武力威胁台湾 以违反联合国宪章 而国军最新征获两架次攻击越中线 六艘共箭及四艘海警船在台海周边活动 国防部长顾立雄证实要成立创新科技小组 发展不对称战力将尖端科技应用在军事领域 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受访也提到 中国越欺负台湾 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就会越多 我想这个趋势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当然也会牵动到台美的未来合作 一方面台湾展现之后防卫的决心 还有强化我们自主武器的研发 学者认为创新科技小组由助台美关系正向发展 带动国内经济 中国持续恫喝台湾 国际也将高度关注 记者综合报道